三 二 一 請接牌 在倒數聲中 巴德瑞德市民活動中心正式接牌啟用 位主桃園巴德大西舊界的巴德區瑞德里 社區居民人數眾多 卻常年缺乏室內活動空間 因此市府協調中央不用土地 興建瑞德市民活動中心 並在22號正式啟用 桃園市長周文燦期盼民眾 能把活動中心當成社區的大客廳 凝聚地方向心立 那活動中心有三個樓層 三百坪 一樓做教育局的熱寧學習中心 那我們希望能夠推動長青學院 跟著老人的學習 那二樓是社區的這個演習中心跟教室 那三樓可以做關懷據點跟大禮堂 那我們會繼續支持 在這裡發展關懷據點 讓長者得到很好的照顧 那我們希望這個建設呢 能夠給李民增加幸福 請大家把這裡當作是社區的大客廳 經常來走動 也請大家把這裡當作是社區的廚房 可以來這邊共餐 可以來這邊享受鄰里的樂趣 當地里長表示 由於志工隊人數眾多 過往要舉辦活動 不是在更撩角福德宮戶外廣 就是要跟周圍的鄰里借用場地 如今里上終於有自己的室內活動空間 未來也會積極開辦社區關懷據點 服務更多里民 對我們瑞德里來講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高興 值得高興的事情 不像之前我要辦什麼活動都要到處去借 像隔壁的瑞發里 瑞祥也常常跟他們借活動中心在用 那我想對於我們里內的 無論是關懷 或者是做老人關懷據點 這些對我們來講是相當相當的有幫助的 所以日後我們常常會利用這個活動中心 來做其他各項的一個里民服務 瑞德活動中心位在桃園巴德 封德路與介壽路二段交叉口 共有三層樓 規劃設置樂林學習中心 社區關懷據點等 視乎期盼活動中心能滿足地方 日漸增長的人口需求 照顧社區老幼福利 記者李宇婷 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